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暧昧中的朋友们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对方他对你的看法 你们会怎样发展 以及如果你们在一起生活 你们在一起谈恋爱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爱情状态 生活状态 当然如果你是单身 或者是你已经在恋爱 已经在婚姻中了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看一下 在爱情中对方是什么样的动物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 那这份爱情呢 我们到底应该是放养还是应该圈养呢 这是一个大众占卜 不会百分之百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 希望大家抱着一个轻松愉悦的心态 来进行一个观看 那各取所需就好了 提取到对你觉得 有价值有意义的讯息就OK了 好吗 今天为大家提前准备了三组牌卡 左边这是第一组牌卡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美洲驼 大洋驼 中间呢就是我们的钟雄 右边呢就是我们的袋鼠 好为了跟我们的牌卡做一个能量上面的最准确的连接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仪式 首先亲爱的朋友们 请我们大家先闭上眼睛 深呼吸 调整我们自己的呼吸状态 让我们在最舒适 最放松 最和谐的呼吸状态 排出所有的杂念 什么都不要去想 放空 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 亲爱的塔罗牌 请给我一些关于我与他的提示占卜讯息 感谢你的指引 当我们抱着一个期待的心睁开眼睛之后呢 你第一直觉看见的那个动物或者是那个方向 就是那组牌卡要给你的讯息了 那我这边呢将从左至右为大家读牌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Jesse的频道 记得订阅Jesse的频道 我将持续给大家带来丰富的占卜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为大家读牌咯 哈喽 亲爱的选择大洋驼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牌卡有哪些 首先第一张牌卡是 权杖六的逆位 第二张牌卡是 命运之轮 正位 第三张牌卡是 宝剑五的 逆位 第四张牌卡 圣杯四的正位 第五张牌卡是 宝剑二的正位 第六张牌卡是 宝剑七的逆位 第七张牌卡是 权杖五的逆位 第八张牌卡是 圣杯九的正位 那最后呢 我们还有两张动物牌卡 一张牌卡是 蛇 另外一张牌卡是 鹦鹉 调整一下牌卡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呢 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 大部分朋友的星座呢 应该是 狮子座 射手座 双鱼座 水瓶座 巨蝎座 以及天瓶座 或者是你的上身星座呢 是狮子座 射手座 双鱼座 水瓶座 巨蝎座 或者是天蝎座 在你暧昧 或者是暗恋的这个对象 他是怎样的呢 人呢 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六的逆位 和命运之轮的正位 所以看见这个人呢 他其实蛮相信缘分 蛮相信命运的 他是不太虚荣的人 不喜欢当出头鸟 并不是很会在乎自己的地位啊 自己又没有受别人的尊重啊 或者是 很有物质啊 很有条件啊 需要很多朋友的围观啊 拥护啊 这样的一种状况 他不太喜欢热闹跟喧嚣 所以呢 可以看见 他是比较有信仰的人 也是很理智的人 做事情呢 不喜欢强求 并且是喜好分明的 但有时候呢 他的个性呢 又比较难以捉摸 有时候呢 以我自我为中心 那他现在呢 有可能 他的责任心并不是很强 并不代表他未来责任心不强 但是目前呢 可能还没有太大的责任心 做事情呢 有时候还是比较随心所欲 还是有点随自己的性格 但是他其实蛮有魅力的 他会尊重自己的内心 就是自己想去做什么事情 他都会去做 并不会受到别人的束缚啊 或者是他并不是耳根子很软的那种人 就是他并不太在乎别人的想法 追逐自己的梦想 追逐自己的生活的节奏 所以呢 如果想改变他 真的是蛮难的 但是呢 他也不是一个 非常高调的啊 非常说顽固 或者是固执的那一种 他也是有个性 但是呢 并不固执 在获得他的信赖之后呢 那这个人就会蛮听信你的 但是对于他不信任的人 或者是与他不相干的人 他根本不在乎 Who care 别人想什么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见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啦 而且他对你的看法哦 他也会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 这边呢 出现的是权杖五的逆位和 sorry 这边出现的是宝剑五的逆位和圣杯四 所以可以看见呢 他会觉得你其实是一个爱好和平 是一个友善的人 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主见 但有时候呢 他会觉得你有一些固执 你有一些防卫的心理 想接近你呢 或者是跟你沟通 或者是跟你去表达一个亲近的状况呢 你好像是有一些抗拒的哟 你有这种自我保护的力量 但实际上呢 他也会觉得你有可能是那种外刚内柔的人 因为他听你讲话啊 他会觉得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的领讲 说话呢其实也是比较温柔的 也不是很大大咧咧大声气语的那种 所以他会感觉到你可能只是在做一个自我保护 并不是说你真的难以沟通 那所以他会觉得与你之间呢 还是有一些距离感的 那毕竟呢 可能你们并不是非常的熟悉 或者是并没有认识很久的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他会感受到你的美好 但你的这种美好呢 是与他有距离的 你对他的喜欢呢 可能你对他的表现呢 还是有一些些少一些兴趣的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有时候呢 他会觉得你有一种小妹妹 或者是小弟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会有发展吗 那我们这边出现的是保健2的排卡 以及我们的保健7的逆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会有发展的情况出现了 喜忧餐版一半一半 50%可能会在一起 50%可能不会在一起的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呢 在这份感情里面呢 大家都不会主动哦 大家可能都是根据时间的命运缘分 来决定的状况 所以呢 两个人都也 其实并不是有很喜欢 很想跟对方在一起 就一定要跟对方在一起的这样一种状况 都有一些优柔寡断了 毕竟这份感情可能还没有到 真正的深层次的那种爱 只是会有好感 会有喜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哦 那但是非常奇妙的意思哦 就是我们这边呢 看见你们还有可能会 在未来有一些机会 是会让你们在一起的情况的 你们只要保持着开放 保持着主动的话呢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有发展的 现在的状况呢 就是不要着急 急于求成的话 只会适得其反 大家呢 好像还是在互相探索哦 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首先呢 取得对方的信任 首先呢 在这份感情中 大家更多的沟通 更加的诚实 更加的谦虚 然后呢 更加的主动的话呢 其实会往你们 好的一个方向去引敏的 你们这种局势呢 是会让你们得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好运气的 这种感情的好运气呢 很有可能会让你们在一起 但是如果两个人呢 都是不主动的 两个人都是被动行的 两个人都等着对方来发力 对方来创造浪漫的话呢 很可能 哎 这种机会就错失了哦 所以 在你们目前的这种暗恋啊 或者是目前的这种感情状况 暧昧状况中呢 其中一个人一定要主动 一定要努力 那当对方看见 你的真心 看见你的这种感觉 在越来越喜欢之后呢 你们就可能会在一起 那我现在在你们还没有真正的在一起的状况下呢 先给你们讲一下 如果你们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边出现了全战五的逆位 和圣杯酒的正位 实际上 你们俩在一起之后呢 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理解 或者是意外的妥协 那目前的能量呢 可以看见好像你们还没有到很深爱的那种感觉哦 但是当你们在一起之后 你们会越来越喜欢对方 你们会越来越诚实冷静的与对方沟通 你们在一起之后呢 会有一种力量让你们可以化解任何的冲突与任何的麻烦 这是非常好的哦 另外呢 你会觉得这份感情是你自己满意的状况 是你自己喜欢的状况 那不管是说这份感情的结果如何啊 目前没有看到就是结果会怎样 但是呢 这段感情最终你都会觉得蛮开心的 蛮踏实的 蛮舒服的 这种激情啊 这种兴奋感啊 这种浪漫啊 都是你想要的 所以这份情感呢 会是你期望的那个样子哦 那即使它是一段恋情 即使它不是天长地久 你都觉得 嗯 你想要这样的一种尝试 你想要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想要这样的一种体验 是你想要的恋爱 所以亲爱的 如果你正在暗恋对方 或者是你正在暧昧对方的话呢 请你更多的在对方面前展示出来 你自己的喜怒哀乐 展示出来你自己的魅力 展示出来你的这种诚实 你的这种谦虚 你的这种主动 在它面前呢 就展示你的个性就好了 会慢慢的让它越来越喜欢你的 会因为日久深情 然后呢 可能就会往更进一步发展哦 好 这边呢 出现了两张动物牌卡哦 一张是蛇 这张蛇呢很可能是他 那鹦鹉呢很可能是你 在这份感情里面呢 你们现在就是 其中一个人是蛇的性格 思想开放 很有灵性创意 喜欢变化 并且非常冷静 不喜欢与别人进行吵架的那种状况 也喜欢感情呢 是那种安全可靠的 那不希望感情里面出现第三则 或者是有很多危机要处理 或者是有很多冲突 麻烦要处理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人呢 就像是鹦鹉 那个性呢 有一些保守 人缘呢 也是蛮好的 只是有时候呢 原则性比较低 还容易被别人说服 那也是非常喜欢团体活动 做人做事情呢 也是比较圆滑 不容易得罪人 以何为贵的 也是不喜欢冲突的场面 并且呢 态度也是温和 好沟通的 生性也是比较乐观的 那鹦鹉跟蛇不太一样呢 就是呢 蛇非常希望自己的感情 是安全的状况 那鹦鹉呢 它没有危机意识啦 就是安不安全都无所谓 只要高兴就好了 毕竟它是一个乐观派 我们可以看见 蛇与鹦鹉的共同点呢 都是 其实都是喜欢变化 都是有很强的 适应力的 那对方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呢 自己其实也可以很好 很快的进行一个调整 尽量的去看到对方的优点 不会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对方的缺点上面 并且呢 衣武呢 就会没有关系 把烦恼留给明天 但是在你们的沟通之下呢 你们当场就会解决 你们之间的冲突 或者之间的这种误会 这其实会让你们感情 有更好的一个升温呢 不会让很多的心结在心中 所以有任何的麻烦 任何的冲突的话 当下都可以解决干净 并且两个人呢 都会达到共识 这也是很好的 而且呢 蛇和鹦鹉呢 很好的一点就是 你们都会察言观色 你们都有模仿能力 你们的学习力都是蛮强的 你们都蛮有悟性的 所以两个人都是蛮有情商的 两个人都是高情商的人在一起呢 也很难出现一些冲突 很难出现一些麻烦 因为知道在什么时候呢 闭嘴 在什么时候呢 交流 在什么时候可以冲动 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冷静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见 当你们两个人 真正的谈恋爱之后 会没有太多的一些牵连 没有太多的一些阻碍 目前呢 看到你们的能量放在一起的话 好像有点完全不相干 不干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哦 就是蛇有蛇的世界 那鹦鹉有鹦鹉的世界 即使把你们圈养在一起的话 也不会打架啊 也不会说束缚啊 也不会说控制对方啊 都是有各自有各自的一片天地的 那在这份感情中 哎 我们要学习哪个动物呢 大家选择的就是这个大洋駝哦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希望呢 在感情中你们都要学习大洋駝的精神 那就是希望你们呢 都可以更加的友好 更加的自然 更加的愉快 不管对方做任何的事情的话呢 享受其中就好了 并且呢 要对任何事情充满着好奇心 对对方的优点呢 我们要赞扬 我们要欣赏 对对方的缺点呢 其实我们也要去感受到奇妙 感受到神奇 感受到好玩 他竟然有这些思想啦 所以在感情中呢 你们也要彼此照顾自己的家人 彼此照顾自己的朋友 那彼此照顾对方 互相更大的一些交流 让自己在感情中呢 有更多的大气一些 也让自己呢 消除一些边界 那这种边界呢 就是因为呢 一个是蛇嘛 一个是 鹦鹉啊 有时候呢 你们会完全不相干 但有时候呢 你们也会太有原则性了 各自都有各自 很不同的个性 那这种原则性 有时候会要小一些 要为对方呢 多一些温顺 多一些温和 也多一些忍让 这些呢 都会让你们的感情 更甜蜜 更好一些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动物 学习一下美猪驼 学习一下大洋驼的精神 就OK了好吗 那以上呢 就是亲爱的朋友们 给大家做的占卜讯息 如果你喜欢此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哦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在地球 玩得愉快 好好享受 我们的每一天吧 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哈喽 亲爱的选择钟熊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牌卡 给我们哪些提示讯息 首先来看一下牌卡 第一张牌是 月亮的逆位 第二张牌卡是 大祭司的逆位 第三张牌卡是 宝剑石的正位 第四张牌卡是 节制的逆位 第五张牌卡 宝剑八的逆位 第六张牌卡是 权杖四的正位 第七张牌卡是 鱼人的正位 第八张牌卡是 权杖三的正位 那我们这边还有两张动物牌卡 一张呢就是我们的驴子 一张就是我们的马 好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大家的星座 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们 大部分朋友的星座呢 应该是 双鱼座 巨蝎座 处女座 双子座 射手座 金牛座 白羊座 或者是你的上神星座 是双鱼座 巨蝎座 处女座 双子座 射手座 白羊座 金牛座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这边呢出现了月亮的逆位 以及大祭司的逆位 可以看见呢 你心中想的这个人 他的性格呢 可能是缺少一些情感上面的安全感的 我们不太容易获得他的信任哦 要认识他很久很久 或者是一旦获得他的信任之后呢 他就会很真心的 非常体贴的 非常长期稳固的相信你 不管你做什么 你说什么 他都会对你百分之百的信任 他非常注重忠诚感 那其实呢 他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不喜欢有太多的心机呀 或者是不喜欢有太多的谎言欺骗啊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记性不好 有时候呢 他知道杀一个谎呢 需要无数的话语来语言 所以他做不到 那对于爱情呢 对于感情呢 他是有点慢热型的 对于爱情呢 他属于那种先进观其变的人 他不会马上主动出击 哦 因为我第一眼见到我喜欢你 所以我就开始去追逐你 不是 他一定会先慢慢的了解 他一定会希望自己的感情呢 是比较稳固啊 是比较长期的那样的状态 不太喜欢就是很短暂的恋爱 他不希望付出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或者是受到伤害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 他这个人呢 其实表面上看他是有些冷酷无情 有时候呢 他会去做口是心非的事情 那有时候呢 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但实际上呢 当你真正了解他之后 走入他的世界之后呢 你会发现 他真的是蛮温柔 蛮随和 而且就是任你随便的放肆 他都可以容忍的那种状况哦 但要走入他的世界 真的蛮难的 首先呢 他比较迷信 接着呢 他欠缺一些理解力和包容力 然后呢 他拒绝 爱情 他对爱情呢 有一些不太信任 或者是觉得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那这份感情呢 有可能是跟他的原生家庭 或者是他受到的一些社会的一些故事啊 或者看到别人身上的发展 他觉得不应该百分之百的付出自己的真心 虽然说他是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欲望的 但是真正的他爱上了 他就会无法自拔的状况 而且呢 他这个人的情绪哦 会随着月亮的阴晴圆缺 而变得潮起潮落反反复复的 所以有时候呢 也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个人呢 不能讲他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实际上他自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啦 跟他谈恋爱呢 真正的让他深爱你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他的眼里面只有你 他会非常的体贴顺从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哦 那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对你的看法是怎样 怎样的呢 哎 我们这边出现两张牌卡有点奇妙哦 一张是我们的保健食的正位 一张是节制的逆位 可以看见其实他是有点喜欢你 是有点心动的但是呢 他好像觉得跟你在一起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 他可能觉得没有太大的希望与你跟你在一起 没有太大希望进入到这种爱情角色中 有可能你们还没有出现一种很正确或者是很深神式的这种沟通哦 所以呢他觉得你已经很不喜欢他了 无论他如何做努力呢 都好像没有办法得到你的真心 都好像没有办法让你们的爱情成为一个最舒适的这样的一种步骤 或者是呢 你们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小小的争吵吗 还是一些小小的误会呢 他觉得好像你们之间呢是有一些重复的错误的 是有一些重复的不安的情绪的 那所以呢会有一些无法挽回的机会 或者是有一些苦恼 或者是有一些失望的状态哦 他会觉得好像追求你或者是跟你在一起 能达成一个很好的爱情生活状态 可能会成为失败的这样的一种步骤哦 所以他现在呢并不是有很有信心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并不是说他不喜欢你 而是他对你有好感 他有留意你 但是呢就是觉得好像你们并不适合 但实际上呢你们会有发展吗 这边的牌卡又给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意思 一张呢是宝剑八的逆尾 一张又是权杖四的正尾 那大家知道权杖四这张牌卡其实看图片就知道啦 是非常幸福的在一起有承诺的这样一种状况哦 那你们会有发展吗 可以看见如果你们在能量上面有更改的话呢 实际上你们是可以度过危机 是可以非常开心的享受共同生活 共同恋爱的这样的状况的哦 只是呢目前你们是有一些挑战的 你们是需要解除一些束缚 你们必须要通过一些高度的深度的沟通 或者是讨论 愿意去证实或者是认清现实的所有的问题 去突破所有的困难 两个人在感情上有更多的成长呢 挑战这种无法前进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呢 就会让你们在感情中 更多的了解对方 更多的认识对方 更多的理解对方 发现其实对方跟他自己 你们的人生观 你们的价值观 你们的恋爱观 你们的婚姻观 其实都蛮相似的哦 所以呢你们之间是不是现在存在的一些误会 或者是你们之间呢 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对方 只是说很肤浅很表面的进行了一些联系呢 所以这两张牌卡告诉我们 你们其实是很有发展空间的 只要你们突破了这种种种的这种困难之后 的话你们都对一些新想法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 并且去灵活的 适应变化 度过危机啊 度过双方的这种误会 误解或者这种偏见 更多的去获得信任 更多的去 让感情更多的有交流之后呢 实际上你们如果在一起哦 真的是有蛮美美好的未来的哦 我们这边出现的如果在一起的牌卡 一张是愚人一张是权杖三 所以如果你们在一起谈恋爱 或者你们在一起生活之后呢 你会发现其实两个人都是蛮随性的 两个人都值得被信任 其实两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时间 自得其乐 并且呢你们会有一种自由开放的恋爱 会有很美好的未来 而你们的这份感情呢 是那种超越世俗的 充满勇气的 不会去太顾及别人的想法 就是爱了我就爱了 我想把我的世界融入到对方的世界中 一起去做努力 一起去做发展 所以如果你们在一起的话 其实是一种蛮轻松 蛮自在蛮自由的状态 双方都不会去太多的束缚对方 双方其实都会更多的 对对方一些理解与支持 与信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哦 所以要不要想一想 如果你们现在是在暧昧 或者是在暗恋的状况中 要不要更多的进行一个认识 更多的进行了解 可以先从友谊慢慢的发展 从浪漫发展成恋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 而我们这边呢出现了两张动物牌卡 一个是驢子 一个就是马 就是说如果把你们圈养在一起的话呢 你们其实会成为朋友 会是很舒服的这种相处的状况 因为毕竟呢你们身上有太多的共同点了 你们都是为人性情直率 都很正直 都是不怕困难的人 而且两个人呢都是很勇于前进的 两个人其实都是很重友谊很重朋友的人 首先呢我们来讲驢子 驢子呢它是会有驢脾气 大家都知道直来直往的 那有时候呢就是 只要去想引起他发脾气 他就是点火一点火就着的那一种 那事后呢他可能就不会计较 在当下呢他会像一座火山脾气爆发 说过就过了 但是呢这个人可以看见 他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太大的臣服 不会是暗算人 那有时候可能注重事情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表面 那其实他是一个很够朋友 很够哥们值得深交的人 并且呢他也愿意打抱不平 也就是说他有 有时候呢会是简单直接粗暴的那一种 但当他没有发脾气的时候 当他就是当你没有惹到他的时候呢 他其实性格就是蛮温逊的 那同时他也是一个蛮有 力量蛮有耐心的一个人 他耐冷 耐热 耐饥渴 所以可以看见 人生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那他可以吃得苦中苦 也可以防伪人上人 他只可以吃得苦也可以想得福的人 可高可低 有耐心有责任感 其实他并不是笨 他就是谦卑的一个人 那我们这边看马了 马当然是豪爽的活泼的推断力强啊 头脑灵活并且非常机智的 那同时也是很坦率的 也是很正直的 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个个性 比较着急的状况 有时候呢也可能出现一些 比较任性的状况 那发脾气也是可能一触即发 但是呢是因为他精力旺盛 然后呢洞察力也比较强 同时呢也不受拘束 其实马的口才是蛮好的 所以逻辑思维呢还是比较强了 那自信心也是特别强的 可以看见 马也是非常漂亮的 很有时候呢也会把自己打扮的 就是非常的时尚 非常的时忙 所以两个人其实驴子跟马在一起 那大家很多时候 其实都会是在同一战线的 大家很多时候呢都会去善恶分明啊 都会很好的生活在一起 都不愿意去循规道具的生活 但是呢大家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遇事急躁 所以当你们有冲突有脾气 哇哦 当两个人都爆发脾气的时候 那就是硬碰硬了 所以说如果你想在感情中呢 更加的舒适 更加的完美 更加的幸福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学习忠雄了 你就一定要有忠雄的精神 不管是驴子还是马 都要学习忠雄的精神 就是不用随时去秀自己的肌肉 该温顺的时候呢就一定温和 其实你已经是蛮有力量的人了 只要你脾气不外露 只要你不随随便便使用自己的力量 不随随便便去爆发自己的脾气 就好了 坚持你的责任感 坚持你的温柔可爱 可以对陌生人凶猛 但是不要对自己的亲人 或者是自己的恋人 或者是自己的朋友 进行太过于凶猛了好吗 那这些只要你可以像钟雄学习的话呢 忍一忍自己的脾气 并且把自己的脾气向外放 不要向内放 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就可以让自己的感情状况 婚姻状况 都是在一个很和谐很舒适的情况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亲爱的朋友们 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提示作用讯息呢 如果有的话请记得点赞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 祝福朋友们在地球玩得愉快 拜拜 哈喽 亲爱的选择袋鼠的朋友们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大家所有的牌卡有哪些 第一张牌卡是 权杖九的秘位 第二张牌卡是 无教心侍从的正位 第三张牌卡是 魔鬼的正位 第四张牌卡 权杖女皇正位 第五张牌卡是 圣杯三的正位 第六张牌卡是 圣杯国王正位 第七张牌卡是 无教心三的正位 第八张牌卡是 天平坐 我们从牌卡 先来看一下 你心中想的那个人 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 这边出现了权杖九的逆位 以及无教心 侍从的正位 可以看见这个人 在感情中是有一些被动的 一个人 那有时候呢 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大大咧咧的一个人 他做事情呢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 犹豫不决 特别是在感情的状况下 他是会犹豫不决的 并且呢 他是一个耳根子比较软的人 没有太多的主见 很容易被别人误导 所以他是一个单纯的人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见 他遇事呢 不喜欢有太多的竞争 不喜欢有太多的冲突 所以当有一些麻烦出现的时候 他可能会采用冷战 这样的一种战术 或者是尽量避免人生中有太多冒险 太多冲突的事情发生 他希望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一种安静 稳重 宁静的状况下的 希望呢 自己生活的是比较谦卑的 并且这个人 他其实 他很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 他很好学 并且对心思想呢 有很多的渴望 也是一个做事情踏实 很勤奋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人 他其实的性格就是 不太浮躁 或者是不太烦躁 希望呢 在一种和平舒适的生活状态下 那我们看一下 他对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这边出现了魔鬼的阵位 跟权杖女皇的阵位 可以看见 哇哦 他真的蛮痴迷于你的哟 他觉得你很性感 觉得呢 你是那种享乐派 觉得呢 你是那种无法被他掌控的人 他有那种很深的欲望 这种欲望呢 当然除了说情感上面的欲望 还有一些肉欲啦 那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公平的女人 或者是公平的男人 你充满着温暖 并且呢 充满着活力 你自己身上呢 也是很有大胆 很自信 很有决心的 同时也可以看见 你是一个独立开朗 并且开放的一个人 他喜欢你的笑容 或者是喜欢你的眼神 或者是喜欢你的肢体语言等等 你身上呢 一定有一个特点是 他深深被痴迷住的 其实可以看见 他蛮喜欢你的 而且呢 他想会有发展吗 想跟你有发展吗 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三的正位 以及圣杯国王的正位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玩在一起是非常的开心的 非常的愉悦的 非常的轻松的 他希望呢 你们可以从友谊变成浪漫 你是他的理想的伴侣哦 你的贴心啊 你的情感上的成熟度啊 你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啊 你的情商啊 你的智商啊 都是他很欣赏的那一种 他觉得你是那种 很善良 很有爱 很有孝顺 而且呢 也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感 也是一个平静的伴侣 并不是那种很肤浅 或者是很烦躁 或者是那种 很叽叽歪歪的人 所以呢 他觉得 他很想要跟你在一起 不管是自己 还是朋友 还是说恋人 你都是他想找的 那样的一个理想型哦 可以看见你对他的吸引力 真的蛮大的 你在他心中是没有缺点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 不管你们是哪一种关系 他都觉得想跟你有交往 想跟你有接触 觉得跟你在一起 就是非常的开心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 目前呢 可能他还没有太多的想法 可能会觉得 好像你跟他有一些距离感哦 好像还没有到那个关键的时间点 在一起 或者是他现在呢 可能还不敢太主动的来追求你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但是如果说他主动来追求你 你也喜欢他 你们最后在一起之后呢 你们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我们这边出现了两张牌卡 特别的有意思 一个是五角星三的正位 一个是女皇的内位 可以看见如果说未来你们在一起之后 会是非常的开心 那非常的有罗曼提克 非常的浪漫的这样一种感情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 两个人都不会出现一种和谐平等的状况哦 其中一个人呢 地位会更高一些 另外一个人呢 地位会更低一些 其中一个人呢 更加的主动 更加的开放 那另外一个人呢 可能更加的被动 那更加的依赖在别人身上哦 所以 有可能是你 在感情中呢 有一些会似从若交 或者是有一些过度享乐 或者是呢 让自己呢 太随心所欲了 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暧昧哦 那关于他的话呢 他可能会久而久之 有一些吃不消了 觉得这份爱情好像 他一直在追逐 他一直在想努力的掌控 一直在想努力的追求到你的真心 追求到你的信任 追求到你的踏实的这份恋情 最后呢 好像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疲倦了 所以你倒是玩得蛮开心的 这种开心有一些自私了 完全没有顾到他的想法 那他呢也是 还是深深的被你吸引 随便你怎么样吧 他还是觉得你是很迷人的这样这种状况 所以他也会给你一些宠爱 给你一些让你去享受你的生活的状态的 那目前呢 我们的能量看到是这个样子哦 因为在这份感情中呢 他就有点像是一只绵羊 你就有点像是一只天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我们都知道啊 绵羊呢 它是温顺的 它是没有这种防卫力的 它是那种人畜无害 不管是圈羊啊 还是放养都好的动物 它呢是有人情味的 并且呢是重情义 重仁义 非常值得信赖的动物 也可以看见 它可以设身处地的尽力 为天鹅着想 并且呢 它是细心细腻的体贴的一个人 虽然有时候呢 可能跟他在一起谈恋爱啊 你会觉得啊 好沉闷哦 没有活力 这种生活很枯燥很频繁 但是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安全 但你又是天鹅 你是骄傲的 你是美丽的 你是有气质的 你是那种很贵气 拥有出众的外表 并且大家都希望成为的那样的一种动物 同时呢 你又有自己的艺术细胞 你又很有个性 有时候呢 你也是蛮强势的 那当你温和的时候呢 你真的也是超温柔的 非常的公主哦 或者是非常的王子 绅士的这样子 但是当你一旦脾气爆发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这种强势是蛮个性 有时候蛮自私的 但是呢 你并不是那种强迫症 也并不是那种很霸道的野性啦 只是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你也会尽量的在别人面前 表现出你的这种优越性 但实际上呢 把你们俩放在一起 放在一个笼子里面的话呢 你们其实也会相安无事 因为你们身上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比如说 两个人都是慢性子 但两个人呢 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节奏 是在那种悠闲的生活状态中 两个人都是很享受 当下的这种情况 所以你们的家庭生活观是一致的 不会出现那种很暴力的状况 那同时呢 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呢 其实都还是比较天真 都还是可以互相谦然 互相支持 互相理解的状态的 那也会去分享 大家的生命的价值 一起去探索生命的这种深度 那同时呢 两个人也是比较慷慨 也是愿意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一起去做慈善的事情呀 其实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共同谈恋爱 或者是共同生活 只要你们不去碰触 对方的底线的话 你们就会很和谐 幸福的生活的状态哦 所以说如果你们两个人要谈恋爱的话呢 应该说恭喜你们 你们呢可以生活的相安无事 并且有这种持久的幸福感的 但是你们还是要学习一种动物 那就是我们的袋鼠 在感情中呢 要学习袋鼠的精神 两个人相处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的 那要有一个把握的度 那维护一段关系呢 就需要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特别是不能太惯着对方 或者是不能太让着对方 容易有恃无恐的 爱情呢 还是彼此要保持平衡 这样呢 才会过得长久 如果在感情里面 一味的去惯着对方 去原谅包容对方的话呢 那这样总有一方会适从而交 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不平等 就会容易移成一些坏的习惯 不要太好说话 也不要一味的付出 也不要适适的迁就 那这些呢 都是应该在爱情中 保持自己应有的态度 做一个温柔有力量的人 爱是需要给值得理解你的人 对于一个一味消耗你的人呢 就应该趁早离开 爱人也是应该要有底线的 不是一味纵容 大家都知道 太卑微的爱情 绝对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所以呢 在爱情中 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 要有自己的原则 好吗 只要你有这种原则性 只要你在爱情初期呢 给更多的这种规矩的话呢 在大家的地位呢 都在一个平等的状态下呢 爱情感情就会持久而稳固 然后对方呢 也不会事无忌惮你的 所以在感情初期呢 也要自己的规矩 那这两个地方学习袋鼠的话呢 就可以说你自己的爱情生活状态都是蛮有很高的幸福指数的好吗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亲爱的朋友们 希望呢 以上的占卜讯息 有给大家一些有意思的提示讯息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 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开心 朋友们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